看得出我剪了个发型吗 这个发型是发型师帮我设计的凌乱层次感 我刚才去韩国烤肉店打包了 烤五花肉 腊炒鱿鱼 还有海鲜饼 就是为了吃我今天这次主打的另一个主角 就是我颜值超高的小麦冷面 还有一个是辛拉面 和过桥米线一个系列的颜值超有几个 这次我上的小麦冷面 因为我觉得小麦冷面更好吃 就是有那种东北大冷面的那种感觉 吃一个冷面 然后还有海鲜饼 然后那边是烤五花肉配包菜 然后这边是鱿鱼 然后这个冷面我喜欢汤浓一点 所以我的水放的比较少 我觉得超好吃 因为它是那种甜甜的口味 这两天侧甲犬 确实是超标了呀 所以我又回到了我的小屋 这鱿鱼也是甜甜辣辣的 来看我的大冷面子 我放的辣白菜 还有一点萝卜 还有海带 我就是那个一年四季 都特别喜欢吃冷面的人 这家海鲜饼的特色就是里面有鱿鱼 这个烤五花肉 这个五花肉不是我烤的 是今天是打包的 看看它有没有我做的好吃 肯定没有 因为我很天焦 所以比它好吃 看有鱿鱼吧 这个是我新发现的 很好喝的乳酸菌 我喝的是樱花的 还有一个原味的 都很好喝 而且我也要把它冰过家喝 因为虽然立秋了 但是很多时候还是很热 还是吃辣的 它是本人的 这里有人优装 但是下来 它是下一个 种烤的 永远 也有 marriage